朝鮮太祖李承貴共有8個兒子 前6個是原配韓氏生的 而後2個是繼非康氏生的 這幾個兒子裏面最彪悍的是五王子李方遠 李方遠出生的時候 李承貴已經是高麗王朝響當當的人物了 他從小在父親的影響之下養成了英明果敢的性格 他在他老爸篡奪高麗王位的鬥爭當中立下了汗馬功勞 可以說李方遠是他爸李承貴建立朝鮮王朝的第一開國功臣 李氏王朝建立之後 為了緩和和明朝的關係 李方遠奉命出使南京 在他路過北京的時候 他還和朱元璋的四兒子 當時還是燕王的朱棣私下會面 據說他們兩個人非常談的來 不過這兩人到底說了什麽沒有人知道 其實他們倆還挺像的 可能都是在老爸大業當中立下赫赫功勳的強悍兒子吧 自然惺惺相惜 而且他倆後來還幹了同樣一件事情 這個後面會說 雖然李方遠在朝鮮王朝的建立過程當中功不可沒 但是他老爸李承貴卻絲毫沒有策立他為世子的打算 反而是策立了第二任老婆康氏生的兒子李方碩為世子 這個幼子李方碩又年幼又文弱 那麽多的成年兒子不立 立他幹什麽呢 首先這時候李承貴的第一任老婆 也就是李方遠的媽已經死了 李承貴他特別喜歡他的二老婆康氏 愛屋己屋罵他也就很喜歡他的小兒子 而且當時朝中李承貴非常信任的一個開國功臣鎮道船 他主張國王不要太強勢 有些事情還是要放手讓大臣去幹的 太強勢的王反而會引起君臣之間的衝突破壞了權力的制衡 基於這樣的出發點 鄭道船一再慫恿李承貴立最文弱的李方碩 這些話聽起來是有點道理 但是這麽做無疑就犯了帝王家策立繼承人的大忌 哪有不立長立右的 而且還立個這麽弱的 小弟弟當了世子 這讓前妻生的幾個兒子情何以堪 當然李承貴他也知道自己幾個大兒子的心思 為了確保幼子的地位 他任命鄭道船為輔鎮大臣 老鄭大權在握了之後 就開始想方設法限制其他幾個王子的勢力 尤其是最彪悍最有本事的五王子李方緣 更是老鄭的重點關照對象 這麽一來而去的 李方緣和鄭道船的積怨已經到達了不可調和的地步 這時候的兩人實力還是有差距的 鄭道船手握大權可以調動全國的兵馬 而且他還有李承貴在背後支持 而李方緣呢 只有自己招用的私兵 李方緣知道自己整體實力都比較弱 但是他可是個見過大風大浪的人 他才不會白白的等死呢 於是他就果斷的決定要先下守衛牆 讓人覺得很不可思議的是 李方緣在發動兵變的時候 差不多也是燕王朱棣發動靖南之變的時候 這裏可以腦洞大開的聯想一下 他們兩人當年在私下會談的時候 會不會是約定好了都要篡位呢 1398年的時候趁著李承貴生病 李方緣召集了自己府裏的私兵和壹些禁軍 突然襲擊殺入了宮中 他們直接就衝到世子李方碩的東宮 亂刀砍死了還迷迷糊糊不知道情況的李方碩 然後李方緣又帶兵衝入他的老對手鄭道船的府中 當時李方碩的岳父正好也在政府做客 誰讓你來的不巧呢 於是鄭道船和李方碩的岳父也都被殺了 同時被殺的還有李方緣的七弟 也就是李方緣後媽康菲的另外壹個兒子李方番 搞定了這壹切之後 李方緣又衝回到了宮中 宣布李方碩鎮道船密謀造反 他們圖謀要殺害王子 在李方緣的壹番操縱之下 等李承貴明白過來是怎麽壹回事的時候 也已經來不及了 他被迫將王位傳給了二兒子李方果 李方果繼位後稱定宗 這裏很奇怪啊 為什麽傳的不是李方緣呢 因為李方緣是老五嘛 他上面還有哥哥呢 這時候大哥已經死了 所以有二哥來繼位 之後李方緣的後媽康菲也被逼得出宮 不久後也神秘的死了 這件朝鮮歷史上血腥的王族那道 使稱木營禁設也叫第壹次王子之亂 之所以叫第壹次 是因為不久之後又發現了第壹次王子之亂 我們下次接著說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 如果妳喜歡我的視頻 歡迎點擊訂閱 下次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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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